这批中等入溪公寓共有244个单位 位于石龙岗北一道的第128到134座组屋 建务局说石龙岗北的中等入溪公寓 将被转为分层地气住宅 私有化城市由居民启动 并获得了所规定的75%屋主支持 居民委员会受访时说 不排除接下来集体出售的可能性 房地产专家表示 虽然发展商一般更喜欢 直接向政府购买地皮 但是在成熟住宅区 拥有完善设施的集体出售项目 仍然具有吸引力 他们屋主现在适应化 这个时间是抓得很好 因为现在市场虽然是放缓了一点 但是等到两三年后 如果市场再逐渐上升的话 可以即刻搞他们的集体销售的活动 中等入戏公寓 建于上世纪的70和80年代 为买不起私宅 又不符合申请组屋条件的 中等收入家庭 提供另一个住房选择 过后由于需求下降 建屋局在1987年停建这类住屋 并从1995年开始 逐步将中等入戏公寓私有化 以满足部分国人拥有私宅的愿望 私有化也让屋主更好掌控 住宅的管理和维修 本期则就不顾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